我们说少开车可以减少污染,可是最近联合国气和专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如果每周有一个无肉日,这样减排的效果要比少开车还要好,也就是说少吃肉能够救地球。 这个观点的提出者是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帕乔里,他说肉类生产正在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让地球温度超出正常水平。 另外也有不少生态环境学研究者认为,牛羊等反除动物打嗝等可以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向甲烷,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 而据专家的预测,未来的20年当中,人们将消费更多的鸡牛猪等肉类,全球肉类消费将在现在每年2.76亿吨的基础上再翻一翻。 所以专家说,相对于把汽车的使用率减半,一个普通家型将肉类的消费减半对遏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作用可能要更大。 近年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了第4份全球气候变化报告的第一部分,指出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6号该委员会在布鲁兹尔召开会议,公布了报告的第二部分内容,断言全球变暖将给地球带来巨大灾难。 报告警告说,非洲和亚洲等贫困地区将成为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 报告说,预计在未来20年里,非洲将有数亿人,拉美地区将有数千万人从拥有充足的水源陷入到缺水的困境。 不断上涨的海水还将淹没许多粮田,而随着水资源和食物数量的减少, 这些地区的积民也将成倍增加。 报告说,气温上升也是造成近几年疾病大面积传播的原因。 在一些贫困地区,营养不良、利己、瘧疾、登革热等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将随之增加。 一些原来只在热带地区流行的疾病将扩大传播范围, 而一些温带地区也将面临新的传染病的困扰。 报告预测,全球变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危机,而珊瑚礁将成为最大受害者。 报告预测,按照现在的气候变暖速度,到2050年时, 阿尔卑斯山会失去70%的山顶积雪。 世界乌济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2035年会全部溶解, 这将威胁到7亿人的生命。 报告说,美国、欧洲等地区还将面临更加烦的恶劣天气, 温暖湿润的地中海地区也将变得干旱异常。 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7亿到93亿之间, 届时可能会有20亿人因为洪水和山体滑坡,无价可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与会专家们呼吁各国立即行动, 共同应对全球变暖可能引发的危机。 去年12月份,北极一处冰山部会荣华坍塌。 在西洛亚点今年冬季的温度高达20度, 迅速提前开花。 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 孩子们在罕见的大雪天里无忧无虑地玩闹, 而不少人则第一次体会雪地里开车。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研究小组的最新报告指出, 随着气候变暖,亚洲温带和热带红帽的几率将会升高, 而非洲缺水情况会更加恶化。 对于欧洲,最大的危机是气候变暖导致河水泛滥。 而据去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测, 2030年全球冰盖将全部融化。 2040年亚马逊雨林换为灰烬。 2050年地球上最后一滴雨落下。 我们再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科学家25号宣布, 近期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 南极一个巨大冰川从冰架上断裂入海。 科学家们要说, 这一罕见的现象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结果。 根据卫星图上显示, 这块断裂的冰川面积大约415平方公里, 位于威尔金斯冰架边缘, 最早可能形成于1500年前。 它从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的威尔金斯冰架脱离后, 很可能使余下的冰架岌岌岌可危。 预计冰架上剩余的冰川会在今后15年内逐渐解体消失。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大规模的冰川崩裂现象在最近几十年内频繁出现。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帕小李26号再次警告说,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将为全球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 和您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IPCC 的新闻报告, 明显了有可能性的击转的迹象和强调, 这些大核预线的巨大胸, 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七个方面 影响一 水供需矛盾加剧 全球变暖导致降水变化 如果地球平均气温上升四摄氏度 全球就会有三十多亿人面临缺水的问题 影响二 天灾威胁下重 地球发烧 热带风暴和飓风的次数和强度都可能增加 影响三 岛国命运堪忧 地球两极的冰雪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众多岛屿被淹没 一些岛国可能不复存在 影响四 夏天热浪频频 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三摄氏度 北美地区受热浪侵袭的次数将增加三到八倍 影响五 生物链被打乱 从而对农民业和渔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影响六 传染疾病肆虐 对贫困地区的人口造成显著影响 影响七 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据统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五十年代多五倍 因此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 从六十年代的四十亿美元飙升至二百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三百六十度 今年诺威尔的和平奖究竟是谁是获得者呢 可能很多人马上脱口而出美国的前总统戈尔 其实这个答案只对了一半 因为他是并列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 和他并列获得这个诺威尔和平奖的呢 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简称IPCC 那么他们做出的共同的贡献呢 是针对全球变暖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由诺威尔和平奖搬运 他们一个机构和一个个人也看出 气候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说 可不仅仅是气候问题 它同样是政治问题 是经济问题 甚至从毛总层面来说 还是一个人类生存的与梦想和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透过屏幕呢 也看到了这个IPCC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那在这个本月的12号到17号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第27次会议呢 在西班牙举行 在这次会议当中 出台了第四份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 和决策者的摘要 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 有哪些核心的内容 对于中国来说 又应该去获取哪一样的这种信息 对于未来的影响又将是如何呢 中国的气候委员会 今天上午在中国气象局 专门对此进行的通报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从我们这个过去几年 这个变暖的梳力是在增加的 2006年 全球的平均的气温是 有气象记录以来 第二个最暖的年份 中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暖的一些年份 比平均的气温高出了1.1度 今年1到9月份 中国的全平均的气温 比常年高出了1.3个时时度 这就表明这个升温的趋势在加剧 高度一致和充分的证据表明 在当前气候变化减缓政策 和相关可持续发展措施下 未来几十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持续增加 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事件 发生频率和强度的改变 将主要对自然和人类系统 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还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 由于自1750年以来 人类活动影响 全球大气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亚带浓度 已明显增加 观测到的20世纪工业以来 大部分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 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 人类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 过去30年的人类变暖 可能已在全球尺度上 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影响 尽管气候变化在科学上 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作为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 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方面 形成的共识性文件 将成为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依据 本周来自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政府代表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进行为期四天的讨论 他们将与今天出入一个 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第二部分 一起通过长篇先了解一下 隔离离制标准时间今天早上八点整 联合国政府经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按照原定计划 本时向外界公布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第二部分 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 是联合国政府经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结合了全世界两千五百多名顶级科学家 六年来的工作成果所得出的结论 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今年二月二号 联合国政府经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在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部分中指出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一种现实 科学家们预测 本时季末地球表面温度可能将升高1.8摄氏度至4摄氏度 海平面将升高18至59零米 此次出台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全长1500多页 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全球变暖90%是人类造成的 报告断言在本世纪 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 改变部分自然景观并造成一些物主灭绝 科学家们强调 过去五十年全球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有密切关系 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正在以每年2%至4%的速度不断增加 到2080年将大约有11亿至32亿人遍临缺水 20亿至60亿人饱受饥饿 而每年居住在海边城市受洪水威胁的人数 将增加200万至700万 全球适当升温将在北美 北欧和俄罗斯等地开辟更多的农业用地 但是由于降雨量的减少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将失去部分农田 如果温度提高5.5摄氏度 全球将大面积的出现农作物和加畜减产 古作物的价格将上涨30% 在新的报告中科学家们指出 全球变暖将极可能频繁引发更强的暴风雨 干旱洪水等自然带海 由于世界人口逐年增长 受灾的人数也将大幅增多 预计到2030年 全球人口将达到87亿至93亿之间 届时将有20亿人因为洪水和山体滑坡而无家可归 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地球两极的冰川融化海底面上升 一些海拔低于海平面的地区和一些小岛将有可能被淹没 据估计海平面每上升1米将造成9440亿美元的死去 科学家们预计受灾的地区将主要集中在加州 另外全球变暖也将导致冰川溶解 科学家预测2050年时 阿尔卑斯山会失去70%的山顶积雪 喜马拉雅山的冰川